在生醫療雙訪 今天要立拼在立法院過關 因為現在在台灣 洪文哥的確有面臨到這樣一個狀況 就是離癌之後所進行這個細胞治療 是有這個地下化降的一個情況 舉例來說就有生計公司透露說 明明檯面上執行是只有700多例 但是民眾其實私底下求診治療 可能都已經超過7萬例了 我想這個是報導者 他們最近做了一個很仔細的調查 我想就是說 我們在講到這個再生醫療雙訪 要不要過關 我覺得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有特管法 在規範這件事情 可是特管法從2019年到現在 總共只有700多例 這個是因為特管法是要求你要 政府要申請要合可 要在醫院 要有這個細胞自備廠 然後這個就是生計公司 然後也要有醫院來做執行 那個規範非常嚴格 而且就是說他要申請 是申請通過才能做的 但是事實上 整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很多病患 到了癌症 尤其是到了末期 其實大家會想辦法 去找各種機會 事實上 剛剛講那個7萬例就是說 現在其實有很多是地下的 這些地下的這種很多 就是其實它都是 一般的小診所而已 他跟你講就是說 他可能有什麼 他有自己的 細胞自備的環境 甚至跟日本合作 還送到日本去做 這些誇張的話 說跟你講是腫瘤會 越來越小 最後腫瘤會不見 所以事實上像屏東 台南 他們都偵辦好幾個 這種案子 就是說被騙的案子 所以就是說 你事實上其實 這種行為已經都在發生 甚至還有人反映就是說 他曾經去高雄做那個 做了 那個每一次做都是好幾萬 所以整個療程 就要上百萬 結果他說他做了20次之後 那個醫護人員良心發現 跟他說你不要再做了